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9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馨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分别是 政治新生代逆袭香港立法会 拷问中国的对港政策 另外一个话题是海外毛泽 红歌纪念毛泽东触动了谁的神经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 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 高文谦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 程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香港政治 香港最近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是2014年雨伞运动以后的首次大型选举 也被视为明年三月特首选举的民意风向标 选举结果显示香港新生代政治势力崛起 本土自觉的思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意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将深度影响香港未来的政治版图 北京急需反省其治港思维 英国金融时报更称香港分离运动的根源就在北京 那么政治新生代和本土思潮的兴起 为北京的主政者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大陆媒体全面封杀香港选举相关的消息 怕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次选举的结果 大家请各位来分析一下 程晓农先生 首先请您来谈一谈您认为最大的看点这次选举是什么 最大最出人意料的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香港选举这个最大的看点 也就是它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是 有六位年轻的新的自由民主派候选人高票当选 那么这六位这个新的候选人 他们都是比较明显的 以对北京说不的这种姿态 赢得了香港选民的支持 很多选民在选举日那天一直排长队 排到深夜12点1点 坚持一定要投票 因此香港这次立法局议员的选举投票率 占历史上的几乎是最高纪录 这一点说明这个香港的民意 对北京的香港政策有严重的不满 而北京呢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因此只能封杀新闻 好的杨洁丁先生听听您的观察 对这个我觉得 这是雨伞运动以后的第一次立法会的选举 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雨伞运动本身没有取得制度性上的任何的进展 比如说民主化上制度上没有取得进展 但是它改变了香港的基本心态 尤其是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这种承诺的不信任的心态的改变 同时这个运动催生了很多新世代为主体的本土的组织 包括香港众志青年新政 本土民主前线等等这样的组织 而这样的组织 它是以香港自觉或独立作为政治诉求的 而这次选举最大的一个重点 在于说这些人实现了在体制内的一种突破 就是说这些年轻人第一次实现了在立法会里的零的突破 大大的改变了这个香港的政治生态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新的政治发展 赵云先生 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最亮点就是一个23岁的孩子 这个走上了政坛 走进了立法会 这个是绝对是大陆应该学习的 那么说到这个 再听高文青先生的看法 对不起 我觉得这次香港选举最大的看点 就是民心不可舞 香港人不甘心自己的命运被人摆布 因此的话跟北京说不用选票 那么这次选举结果可以说是220万人破纪录的投票 香港本来是一个商业社会 但是这回的话政治参与意识非常高涨 特别是年轻人 这次选举我觉得有两个标志 第一的话就是香港的这个标志的香港新世代 在香港政坛上崛起 第二个就是本土自觉的这个思潮登上台面 这个实际上是香港这个雨伞革命的这个另一个篇章 这个是充分反映了香港 这个香港人对北京这个极度的打压 这个极度的失望和这个一种反弹的这么一种结果 因此中国可以说也说明了北京对香港政策的这种重大的一种挫败 因此他现在只能装聋作牙 那么再谋那个对策 好 陈晓农先生 我想从这个选举的结果来看一看 我们知道虽然有您刚才提到六名这个年轻人当选 还带有本土自觉的这个思潮 但是毕竟他们在立法会算是非常小的小 就是很少一部分 那么他们如何从这个体制内来影响这个香港的未来政治发展 对于香港的政治未来发展 这些所谓的年轻新生代或者是本土派 他们能够产生到底多大的影响 从实际意义上 从体制内来说 您的分析是什么 现在香港立法局呢 这个所谓的民主派 泛民主派或者是这个 也有着说法叫做建制外非建制派 他们的总人数并不足以达到三分之二 形成这个有利于香港人民的法案 但是呢他们有足够的三分之一票数 可以推翻北京当局强加给香港的种种方案 所以呢这个制衡作用是比较强的 就是反对派开始在香港呢 仍然能保持比较有效 可以否决 他们可以否决这个议案 对 那么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 原来的泛民主派有很多人长期以来比较强调和北京合作 以为合作能够换来北京的让步 那么现在看来呢 这个合作并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而现在新生代的这一批人 他们强调的是让香港人民的声音说出他们想要的民主自由 好的 从体制内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这些新生派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突破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带来突破 对 我接着程晓仪先生 程晓农先生读错了 说的 继续说 怎么跟习近平一样 对 比较宽疑 比较宽疑 那个实际上呢 我们不能夸大这次的民主派的胜利 因为虽然民主派保住了这个关键的少数 在议会中有否决权 但是整个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改变 而这是因为这个体制本身 香港它这个立法会的这个建制本身决定的 而并不是说有民意决定 对 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权力的结构没有改变 就是说大的主导性的政治这个力量 仍然是北京支持的这个建制派 那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个雨伞革命通过街头运动 收获了在体制内的这么一个结果 就使得呢这个未来的民主运动形成了这个两个战场 一个是街头战场 一个是议会战场 因为议会仍然处于少数 虽然有否决权 但是仍然没有主导权 所以在很多的议题上可能还会拿到街头上进行 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格局 对于未来民主运动是有很大的助力 我们知道这个摄运出身的这个朱凯迪已经表示 到了立法会议员按照传统和北京会面的时候 他决定不去 他决定抵制这个 那么就是说这些人像朱凯迪 罗冠冲这些新生代 都是这个搞社运出身的 刚才陈晓龙先生提到一点点 他们和传统这个泛民主派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就是赵岩先 您觉得这些新生代和以前的泛民派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不同 首先呢 他们是这个接地气接得更近 跟人民走得更近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陆的政策 是这个帮打款政策 把大资本家搞定了 那治理香港呢 就他们认为就很轻松了 那么从1997年以后 事实上这个700 近700万这个香港人 现在已经达到750万了 那么有绝大部分的香港人的收入 都没有增长 那么增长是哪些呢 都是大陆出来的这个新移民和这个官宦子的 以及像李嘉诚这样的这个 真正的巨富大款 他们的那个资产翻了这个几百倍 几千倍 几万倍 很多人都是这样 那个大陆出来的官员本来就是没有钱 但是靠着李嘉诚这些人扶植 互相扶植 权利和资本结合 那么让香港老百姓的那个 普通老百姓的收益 经济上的收益没有 政治上的权利也没有 所以呢 新生代的这个议员 我们看到这个朱凯迪 这个是从这个元朗一带 那个蔡元春走出来的 那他那种维权的精神 包括这次竞选 他甚至连做宣传广告画的钱都没有 就是靠手势 靠大家 靠好号 这样他创造了这个议员的这个票数的最高纪录 这个我们看到只要你能够赢得人心 那么就会这个就会走向政治舞台 好 我们知道高文静先生 以前这个泛民派在和大陆决力的时候 主要还是在这个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 前提之下 那么现在的新生代 似乎对这个前提都不太认可 那么听听您的观察 那么这回呢 实际上是香港选举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香港的政治版图呢 重新洗牌 大体上形成了建制派和泛民派和新世代的 这么这么大体上三分天下的这么一个格局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香港的他们的这些 这些呢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就是 新世代和这个泛民派的 他们的这个最大区别在哪呢 就在于这个泛民派 他是更多的希望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 推动政治改革 那么实现香港的民主化 而这个新世代呢 完全把一国两制就不再提这个 而他的诉求是本土自决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独立 这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呢 而且这一点呢 在这个青年人里面 这个就影响非常大 在40% 从17岁到24岁 而且的话呢 越往下发展下去以后的话呢 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嘛 就谁掌握青年 谁又掌握未来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是中国政府在两年前的战中运动 用强硬的手法处理战中运动 他自以为得记 实际上是扮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两年前战中运动没有人提 最激进的人也没有人提 所谓自觉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北京将面临这个本土自觉 这个更加棘手的这么一个局面 好 刚才高文庆先生提到一个数据 那么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今年7月的一份调查 就是差不多40%年龄 在15到24岁之间的香港市民 都支持2047年以后 就是回归50年以后 香港独立 那么确实独立诉求 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里面 还没有提出 那么金融时报 在这次立法会选举以后 有一篇社园里面 他提到 他说这个港独思潮就是中国制造 意思是说 中国的香港政策 导致了独立思潮的兴起 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来盘点 就是你觉得回归以来 北京的香港政策 有哪些重大的失误 把这个香港的民心越推越远 北京在香港回归之后呢 他所设计的立法局选举 和特区首长选举 完全是北京操纵的 那么虽然这个泛民主派 还能够取得一部分席位 但是北京仍然控制了 一半以上的席位 他通过所谓的戒别选举 实际上就是 与北京能够控制这些 这个行业里头 指定他们想要的立法局会员 因此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假民主 那么2007年的时候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底 通过了一个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个特区首长和立法局选 2012年选举以及普选问题的决定 这个决定呢明确说明明年 也就是2017年的第五届 香港特区首长选举将改用普选制 也就是说可以部分的这个改善了以后 变成走向真民主 但是北京政府当时做的这个决定 很快就变卦了赖账 那么在过去几年里头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越来越收紧 一步一步的往后退 从2007年这个人道常委会的决定 退回到原来 现在变成就是那个决定不算数了 今后的立法局选举和这个特区首长选举 仍然保留目前这个假民主的状态 因此呢现在造成了一个香港的这个 老百姓发现等北京恩赐真民主 那是没有可能了 所以他们才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好的建立听听你的看法 你觉得中共在这个对港政策方面回归 我们知道到明年7月就是回归20年 那么你觉得有哪些失误导致这个民心越来越远 有人鸡风这个梁振英是港独之父 实际上按照这个逻辑 真正的港独之父非中共莫属 这个实际上 这个从一开始我就不认为中共 非常有这个诚意的要实现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诚意 那当时之所以达成中英的和谈 只为了取得香港的回归而已 香港回归以后 那数次在政策上承诺不能够实现 比如说这个说在2012年又正改 2016年数次的这个修改自己的这个承诺 在同时呢 一国两制里边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香港对于自己的刑事案件 有这个终审权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案件 最后都是在北京审 从北京来决定 这对这个香港人 对于这个一光两制的这个信心打击非常大 在这同时呢 这个内地不断的人涌进 使得香港以前的这个基本生活受到挤压 比如说以前生孩子不是个问题 现在生孩子床位都是个问题 这个上学从幼儿园幼稚园就要去这个就面试 公共资源被这个内地来的这个占有的太多 所以这个香港人的生活空间被挤压 在一个香港长期所享有的自由被受到这个钳制 比如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受到钳制 在于刚才这个赵燕先生所讲的 这个权贵这个权权利和资本的结合 在香港非常的盛行 使得大部分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 在回归以后基本上没有改善 这个都造成了香港人对于北京政权的不满 而这个这些不满就通过政治的这个表达表达出来了 比如说我要求这个我们自己选择我们特首 我们要求普选我们自己的立法会议员等等 所以呢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没有诚意 要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而这19年可以中共常常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实际上香港的回归从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英国 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看出来 恰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裂端 弊端 我们知道刚才程晓彤先生提到就是说 中国和香港一个最根本的矛盾 就是说中国不愿意实现自己的承诺 那么我们这有一位Ed Chow一位观众朋友 他问到就是这次立法会选举显示建制派 如果是没有这个制度的支持 根本就不可能赢得多数 那么他说这是不是更意味着 在这次立法会选举之后 中共会进一步就是在这个承诺 比如说直选或者等等方面 更要进一步的赖账 那么想听听赵云先生您的分析 如果中共不想让这个港独这一派的势力做大的话 那他必须把这个自己的政策的这个反思纠正 如果他采取更强硬的办法 那么只能使港这个港独的势力 那么现在就要 台湾就要这个犯律 那么港律有没有会不会做大 只要他的越强 我相信这个绿的成分就会越多 因为这个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香港人是不是不关心政治 是只要你给我的压力越大 我的反弹就会越大 那么您说到这个压力 您觉得中国给香港的压力具体是体现在过去 比如说19年来 体现在哪些主要的方面 一个是那个23条这是一次 那次港人上街大约有六七十万 那么到这个教科书事件 就中学生都出来上街了 小医生都出来了 到这个831 这个张德江搞这个831 和这个国务院的白皮书 就14年搞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100多万人上街了 你完全可以看出来香港人的意识 反抗的意识 你只要压得越猛 它就会反弹越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831 这个用大陆的宪法看 我们已经做过分析 它完全是违反大陆宪法的 因为大陆宪法规定 18岁以上公民就有选举权 你把这个大陆的假的东西 你本来宪法上规定有 那你弄了个831 连宪法都不如 你又送去到香港 香港人完全受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的思维的影响 你跟你大陆完全不是一回事 你弄那个骗人的东西 你还不撤销 到现在全国人大已经接了 两份关于831的违宪审查 也给当事人回信了 说我们收到了 但是一年多以后 还没有进行审查 那你弄一些法盲 去搞香港的立法 香港的那些立法会议员 大多都是从英国美国回去的 完全是懂得当代 现代文明的法律制度的这些人 你弄一些不懂法律制度的人 像张德江这种法盲 去搞这个831 完全就是笑话 好 听听高文青先生的看法 香港回归20年 香港人对大陆的疏离感受 越来越强烈 这大家都看到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北京 它无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急于改变一国两制的现状 使香港大陆化 是各方面 包括权贵 所以把香港的普通市民的 生活空间挤压得非常的小 那么刚才也说到 就是说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 伤了港人的心 第一件事情就是23条立法 第二件事情就是对 战中运动的强硬处理 第三条就是前不久的越境抓人 所以香港人现在是没有安全感 所有这些问题就形成了 香港人整个对现在的大陆的 这种疏离感 这种疏离感将是 北京将长期面对的局面 而且会越演越烈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 已经往往把港独 台独 江独和藏独 相提并论 好像这四大势力都是主张独立的 那么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想听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 您觉得这个所谓的港独 这种思潮和所谓的江独藏独等等 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 当然有 中共把香港的选民的独立意志的表达 扣上一个港独的帽子 其实香港和新疆西藏地区的问题 完全不一样 它既没有宗教因素 也没有民族矛盾 那么香港唯一的问题 就是真民主和假民主的问题 那么中共之所以不肯在香港政策上 做半点让步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它发现现在在大陆国内 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 在民间有很强的要求 在这种状态下 它生怕在香港这边 在民主制度变革方面 做出一点点让步 就可能对大陆产生影响 然后产生波及的效应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越是国内要求民主 香港这边 中共的香港政策越不会让步 也就是说 现在香港的民意和北京的香港政策之间 从此就一直杠下去 但是我想说明一点的就是 香港的民调同时也显示 只有4%的香港人相信 这个香港事实上可能独立 原因就是香港的经济的生存的命脉 像生活水源 还有食品 主要靠大陆供应 更主要的是驻港部队 就在香港边界对面的深圳市内 几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占领香港 好的 确实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立法会选举的这个结果的时候 分析往往都是说要反省 中国的这个对港政策 那么这个前提就好像是 中共希望这个拉拢这个香港的民心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也许根本就不在乎香港的民意 它在乎的是如何维护这个执政党的利益 如何维护这个所谓国家的统一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看 也许这次立法会选举反而会促使 中共采取更高压更强硬的手段对于香港 那么杨剑林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和分析 对 我觉得你这分析非常对 中共所关心的最高利益 是它的权力稳定的问题 而且它有这个皇帝心态 认为这个江山属于私产 所以你要一听独立 它就发毛啊 由于这种心态 由于它的专制体制的性质 再加上这个长期来的权力傲慢 在这个新的立法会的选举 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 我觉得中共近期呢 也会适应比较强硬的这个措施 比如这个措施包括政治的经济的 这个文化的 也有可能是黑社会的 因为这个朱凯迪已经收到这个死亡这个恐吓 所以呢这个各种手段都可能用 但是我觉得呢 从长期来讲 虽然有人认为 港独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它的意义在于说 把香港的光谱 政治光谱拉大 使得以前追求香港民主 同时追求中国民主的泛民主派的空间 扩大了 因为你光谱拉大了 无限的往先扩真的话 中间的自由度就会大很多 虽然也许港独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现在很难去评估 但是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民族 它只要提出来要和这个中央政权进行分离 这种诉求 必然对大一统的这个集权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的一个打击 我觉得对于瓦解这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 是有正面作用的 好 赵云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说 香港的民心相对于北京是越来越疏离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民意 对于港独台独也越来越反感 我们知道这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性非常强烈 我就想问你觉得中国民间或者中国草根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反港独反台独这种情绪会不会给中国当局一个更大的牌儿 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能够更事无忌惮或者毫无顾忌的 对香港采取高压的政策 听听您的看法 问题是大陆的民调的真实性有多少 这个我们都不清楚 因为这个所有的民调机构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很少有真正的民调机构属于民间的 那么这样出来的数字 这个包括这个在网络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 你只要是支持支持这个港独江独藏独这种生意出来 那五毛就和那个后台就会把那个东西都删掉 就真实数字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说大陆的民众支持与不支持 这都是一个 但是我们觉得至少从网上的民意来看 网上我们就且不说是他是受中共控制 但是我们网上看到相当强烈的民意 对于台湾或者香港这种独立的诉求 或者自觉的诉求有相当多的攻击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如何 大陆的当政者还是可以把这个民意 作为一个自己政策的支撑 他们从来都是这样 他肯定要利用这个 但是这个民意的真实性有多大 刚才赵岩讲了不知道 在专制统治之下 只有一个民意在顶着危险的情况下反映出来 就反政府的民意才是正确的 才是可信的 因为他有危险他表达 他表达出来是真的 在没有危险能够得到好处表达的民意 就不可信 但是即使是这样表达出来的民意 中共政权肯定要利用 他说人民不同意 他永远是这样 永远拿人民做法断 是一定 高文青先生 今天您的看法 我可以预见就是中国政府 大陆政府一定会用强硬的手段 来对付香港的这种独立的倾向 一般的来说 那么决策者的 他的这种当政者的这种决策 他主要的还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 他要设法死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从以往的绝要多事情来看 中共政府的决策都是往一条绝路上走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 中国现在的是一种非常态 那么当政者他很清楚自己 这个他的危机意识非常强烈 他知道自己政权的这种脆弱性 因此的话呢 无法从理性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 争取一种双赢的局面 只好是呢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我就是把今天过去 然后再说 因此的话呢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香港的前途呢 大概是我的看法是不容乐观 会形成大陆中央政府的强硬派 和香港的民众中的本土外之间的这种对决 这种对决的结果呢 因为这个完全是一种不对称的 因此呢 前景我认为不乐观 那么对于北京中央政府来说呢 他实际上有两条选择 一个的话呢 是跟香港民众的理性的对话 设法挽回民心 争取一种双赢的局面 但是呢 我这一点并不看好 他现在更大的可能性是 采取强硬的手法 一条道走到黑 甚至于的话呢 酿出重大流血事件出来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的话呢 会很大的 好 最后就是这个话题 我想请各位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每个人用45秒钟的时间来 就这个话题 做最后的点评 陈小龙先生 请您来先谈一谈 我想香港这次立法局选举呢 给出了一些新的气象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今后这些当选的 新生代的立法局委员 他们也有责任要保护 香港市民和他们那些 支持他们那些选民 不受到北京更大的政治压力 这也是他们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他们会冷静地 处理一些政治话题 好的 杨洁理先生 中共怎么做 这个很难控制 但是对民主派来讲 民主派是非建制派 就是泛民 即现在本土派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议题 是怎么一个 有效的团结和配合 虽然这个光谱被拉大了 在人们的视野中 觉得这个泛民和本土派 可能会有些政治利益上的冲突 因为诉求上不完全一样 但是大家知道 这是他们都是追求民主的 是普世价值派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能够进行 有比较高政治智慧的一种合作 在议会 在街头 这样的话 会稳住现在的胜利成果 同时能推进香港的民主化 好的 赵延先生 那个2013年的12分 那个梁振英到北京素质的时候 习近平跟他说过一句话八个字 叫搞好普选 民主先行 那么现在看 通过2014年这个战中事件 肯定是民主没有先行 专制先行了 那个普选也没有搞好 闹得这个人心分裂 而且除了港独势力 这完全是831和张德江 这个港澳领导小组 他们一手置办出来 说他们是这个港独之父 这一点不错 这是其二 其三在这个对这个香港的事务上 我觉得他们那个在用人上 从邓时代还用一个廖承志 他至少是国民党的后代 懂得一些市场经济 懂得一些民国的政策 到了这个廖承志以后 这个王兆国 刘烟东 贾庆林和这个陈云林 包括这个王光亚这些人 包括张晓明这些人 前二代出来和红二代 包括这个权力的新生代出来 他们根本不懂市场经济 这些人管理香港和台湾 还有澳门的事务 那早晚要两层动乱 习近平最后这个在 14年12月份讲过说 要坚持基本法 坚持一国两制 和坚持一国两制的实践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去做的话 你必须反思在人上 像张晓明这种人必须还掉 好的 高文静听听您的看法 大陆政府一定的话 会采取软硬的两手 而且它的惯用的手法 就是风化瓦解 各个击破 我觉得香港的泛民派 和新生代 也就是这些非建制派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症下药 见招拆招 防止大陆的风化瓦解 因为一定他会采取软硬两手 在建制派和新生制造矛盾 在香港民众和这些立法会议员里面 制造矛盾 然后浑水摸鱼 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好的 请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VA卫视 美国观察